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高手官,中学二年级 今天我们继续,没有用计算器 我们有用计算器计算过 连根式的题目,连分式的题目 这节课我们继续连根式的题目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连根式 这个连根式是根号12加根号12加根号12加根号12等等 这个题目,我们需要的键 根号键 答案键 等于键 有了这三个键,任何计算器都可以 用这三个键 首先 我们先输入任何一个数字 但这个数字 要大于-12 比如 12.52106 比如这个数 好,这个数 好,这个数 我们先按等于号 然后 如果你按答案键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按答案键 它给你了,就是你刚才输入的 所以,你现在按 更号 12加 答案 然后按等于号 然后一直按等于号 你会发现 那最后 它变成4的时候 它不会再变了 所以这个的答案 就是4 那我们 这个数 是12的时候 是4 那如果我们的答案 小是5 如果你想要的答案是5 它就是 它前面的数 就是20 如果你想要6 前面数就是30 然后 7 就是42 然后一直下去 这样子的理质可以举很多很多个 比如 5 5 你要的话 就是 先按一个任何的数 然后更号 20 加一个大 好,这一个任何的数 然后等于 然后 如果你要5的话 就是要 更号 我们用的数是20 20 加答案 然后 一直按等于号 然后你会发现 到最后 它这边会变成5 那 其他的数 你们想试的话 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计算器试 需要的符号就是 歌号 当然记得和 等于键 那这一支课 我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